一队新人在三月举行婚礼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他们正准备来个法师热闻 下一秒 新郎背部中剑 众人欢呼声戛然而止 伴随着无数的剑飞来 现场慌乱一片 珍珠看着周围人一个个倒下 只能跟随家人四处逃跑 但还是被追兵赶上 哥哥作为家中顶梁柱 忍着伤口的疼痛掩护他们离开 好好活着 珍珠听到哥哥的叮嘱 搀扶着父母快速逃走 然而就在他们远离着是非之地时 母亲突然折返回去 拿了个锦囊又跑不出来 珍珠急忙上前 谁知一把大刀眼看就要落在他身上 父亲及时用木棍挡下 可他腰间却挨了一刀 追兵再次出手 父亲凭着仅存的一丝意识 紧紧抓住追兵的腿 怎料被他一刀了结性命 珍珠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他面前 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身体奋力向着冲过去 却被母亲强行拉走 片刻后 珍珠发现与新嫂子走散 他转身不要寻找 母亲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立刻拉住女儿 劝他快些离开 他们丝毫没注意到 远处的士兵已经盯住了两人 当即放出了案件 幸好母亲眼尖 连忙护住珍珠 自己却应声着重一剑 瞬间就倒在地上 珍珠立刻冲上前 担忧着扶起母亲 大声地呼喊着 母亲自身马上要一命呜呼 缓缓地去几粮 盯住女儿收好 然后心疼抚摸她的脸 要她坚强活下去 怀疑刚落也没了呼吸 珍珠倾刻间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看着满地的尸体 还有破碎的家园 她放声大哭 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珍珠失魂落魄地朝河中央走去 想要跟随家人一起回拍 突然手中的紧张滑落 那是母亲给她的唯一念想 珍珠立马蹲下身子寻找 此时伤心欲绝的她竟出现幻觉 看到母亲的身影 随即跑向了她 接着满眼泪水地哭诉 希望母亲带她一起走 母亲挂着慈祥的微笑 提醒她曾答应过自己 要好好的活着 珍珠连连摇头 称没有家人的日子太难熬 她真的做不到 母亲温柔地告诉珍珠 让她一定要活下去 她是所有人的希望 珍珠不明白母亲的意思 太眼想要细问 万影却消失了 她死死地握着锦囊 一身起拜扶逃往京城 水之途中撞见一位帅公子 被大批黑衣人追赶 珍珠机智地把帅公子 吊在柳树上 然后当场赤责黑衣人 吓跑了她的兔子 黑衣人并不想与她过度纠缠 四处散开寻找 其中一个黑衣人正要抬头 珍珠立刻大喊着吸引她的注意 接着快速跑到黑衣人面前 要求她赔偿兔子 黑衣人用力推了珍珠 她立刻躺在地上撒坡 特意提及之前的男子 抢了她的鸡 现在兔子也被他们吓跑 今天注定要饿兔子 黑衣人马上就中计 举起箭指向珍珠 质问她男子去了何处 珍珠随便给他们指个方向 黑衣人立即转身追讯 见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珍珠才将帅公子放下来 他们坐在草地上休息 帅公子随即表达了谢意 得知珍珠的遭遇 十分心疼这个柔弱的姑娘 珍珠好奇帅公子遭何人追杀 听说幕后之人是她的哥哥 不禁对她同情起来 主动提议帮助帅公子 与她结伴进京 帅公子为了逃避追捕 在珍珠的威逼利诱下 被迫换上了女装 那俊俏的模样 惹得珍珠乐开了花 两人继续朝前赶路 随着一个小姑娘跪地卖身葬妇 她哭泣声音 演得众人为观 善良的珍珠准备掏银两 解了被帅公子抢先 她拿出价值万两的玉佩 直接塞到小姑娘手里 见着哭着表达谢意 帅公子一眼难过地离开 她没想到现在还有人 没钱安葬家人 珍珠忍不住感慨道 幸好没有战争 不然百姓的日子会更惨 随着话音刚落 身后传来吵闹声 之前的小姑娘又被无赖抢玉佩 帅公子又一次出手相助 可因为寡不提众 她只能拉着珍珠赶紧逃跑 两人到了一处树林 见无赖没追上 还停下脚步歇息 他们看着彼此狼狈的模样 不禁笑了起来 帅公子见珍珠天真浪漫的模样 心里泛起阵阵液 紧接着回过神 当即向着道歉 称是自己害的珍珠 跟着她一路逃往 珍珠单纯地安慰帅公子 她都是自愿的 帅公子听后更加感动 眼神一个也不舍地离开 就在这时 突然一只飞剑射来 她连忙护住珍珠 两人努力地躲地着 帅公子跑了许久 生气地把包袱扔在地上 她忍不住抱怨道 哥哥过于狠心 非要置他于死地 珍珠上前安慰 也许两人之间有误会 他们说开就好 帅公子含蓄地表达 她从来没想着抢哥哥的东西 也不会做出兄弟相残之事 珍珠表示理解 就这样 两人聊到天黑 珍珠为了睡觉方便 换上男装 他们席地躺下 帅公子半夜 听到珍珠害怕得喃喃自语 别 别 别杀我 帅公子心中有了决断 第二天天刚亮 珍珠睁开眼 没看到帅公子 着急地起身喊他 见包袱里的东西都没动 就四处地寻找 与此同时 帅公子被黑衣人骑马追着 眼看着没什么胜算 突然空中传来一阵笛声 跟着黑衣人 马匹不受控制的躁动 珍珠及时出现 拉着帅公子 上了一笔汗血宝马 带他们逃到安全的地方 珍珠生气地下马 立刻怒斥帅公子 把他抛弃 然后转身大步离开 帅公子健壮 当即下马追上前 想要拉住珍珠 却被他狠揍一拳 听珍珠斥责帅公子 没将自己当朋友 帅公子第一次见如此 为自己奋不顾身的姑娘 心里感动不已 坦白地说出 不忍看珍珠跟自己一起赴死 毕竟他的家人 希望他好好活着 珍珠知道帅公子的习义 当即原谅了他 但让他承诺 以后绝不抛弃自己 帅公子见珍珠如此固执 便不再劝慰 立刻答应了下来 珍珠瞬间释怀 开心地帮帅公子考读书 他们一快品尝 帅公子随即给珍珠递去弄 说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正要告诉他使用方法 随之珍珠直接抢了过去 拿起一支弓箭 熟练地射出去 而且正如树心 帅公子震惊珍珠高超的技术 好奇他如何学会的 珍珠骄傲抬起头 炫耀都是父亲和哥哥教的好 紧接着他又射出第二箭 片刻后两人继续前行 珍珠见眼前一片大雾 他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当即快速下马 拉着帅公子躲起来 顿时风沙弥漫 过了许久才恢复平静 珍珠缓缓抬起头 担忧地询问帅公子的状况 得知他无碍后 珍珠的眼睛突然感到不适 他不停用手戳着 帅公子见状赶紧按住珍珠 温柔帮着吹眼睛 近距离着靠近 令他们周围的温度瞬间升高 彼此贴向对方 眼看着就是甜蜜意味 谁知黑衣人在此刻发现了他们 两人很快被逼到悬崖边上 面前是万丈深渊 身后黑衣人又紧追不舍 此刻帅公子看到他们射出的剑 急忙把珍珠推到一边 自己却摔了下去 幸好珍珠及时抓住 帅公子的手 大声地让他不要松开 帅公子知道珍珠 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 盯着他赶快逃离 好好活着 接着用力挣脱开 珍珠眼看着帅公子 坠落悬崖 他的心都碎了 泪是如雨般落下 珍珠对帅公子承诺 两人要一直在一起 他没片刻的犹豫 随即跳下悬崖 不知过了多久 珍珠被河水冲到岸边 他缓缓睁开眼 立刻想起帅公子 帮忙起身在河里寻找 可是不管珍珠怎样呼唤 周围都没任何反应 他看到远处的包袱 马上冲了过去 心里当即明白 帅公子生还的可能性非常低 珍珠悲痛欲绝 大喊着上苍的不攻 与此同时黄公里 皇上听着太监人告 王爷凶多吉少 皇上怒斥道 一定要救过皇帝 不然要他们陪葬 几日后 帅公子竟然站在皇上面前 他的真实身份 是当朝王爷木青 可是醒着的木青 却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根本不记得珍珠 皇上见木青身体无碍 便也没有过多询问 而珍珠后来认识了 科尔沁的格格 成了他的侍女 格格丽儿 硬要与他结为姐妹 珍珠见无法拒绝 就答应了下来 怎料他们出去游玩 竟遇到一群匪贼 珍珠将丽儿护在身后 担忧他会受着伤害 围守着贼人 看见两位美人 眼睛都瞪直了 正准备要下手 一只飞剑射向他们 赶快出现大批的士兵 走在最前面的是木青 珍珠剑竟是 死而复生的帅公子 他异常的激动 忍不住上前叫住帅公子 想要与他相认 随着他一脸冷漠 根本不认识珍珠 旁边的丽儿 见他如此失态 连忙提醒珍珠 帅公子是当朝的王爷木青 他听后默默退下 而丽儿大方介绍自己的身份 脚后抬起下巴 周身散发着高贵气息 然后向木青行礼 不料一只暗箭向着飞来 木青立刻搂住丽儿的腰 360度旋转 顺利躲过去 就是这一个动作 瞬间俘获丽儿的芳心 珍珠看着这一幕 立马打翻醋坛子 也怀疑木青已经不记得他了 晚上科尔沁为欢迎木青 专门举办了宴会 大家再喝再舞 珍珠的眼神 一刻也没舍得从木青身上离开 与此同时 丽儿也是满汗爱意望向他 失去记忆的木青 与丽儿四目相对 立刻感受到他的情意 于是跳着舞 慢慢向着靠近 珍珠还以为木青认住自己 是要与他热络 谁知木青却绕过他 和丽儿缠绵热舞 珍珠看他眼里 痛在心上 只能默默先离开 到了深夜 他无法入睡 讲起往日两人的种种甜蜜 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于是拿起木青 曾经送给他的弩 小心翼翼走进他的房间 等了刚跨过门槛 就被木青发现 他立刻起身 当即吓住珍珠 黑暗中木青询问他 深夜来访的目的 珍珠淡定地去弩 称是他亲手做的 而且送给了自己 接着问木青是否记忆 让他好好想一下 木青正要接过去看看 随着外面侍卫大喊有刺客 并立刻抓住了珍珠 将这带到大厅 我真的不是刺客 侍女珍珠夜闯王爷的房间 被人当场抓住 任命他努力解释 只是找王爷确认一件事 众人都不相信 还讽刺他想盘高知 克尔庆可汗 担心得罪木青 当场就要严惩珍珠 命人打他一百板子 就在这危急时刻 利尔及时出现 替珍珠解释 是自己看到小弩枪制作惊细 便安排他给王爷送去 木青见状 也就不好意思追究 于是向可汗求刑 这才饶过了珍珠 事后珍珠跪在地上 希望得到利尔的惩罚 并表示他是心甘情愿的 利尔却不以为然 觉得像木青那样的大英雄 是会被每个姑娘喜欢的 他的行为很正常 珍珠知道利尔误会了 连忙想要解释 怎料利尔竟然抢先表达出 爱慕木青的心意 并称不愿和其他人分享男人 珍珠脸上挂着泪水 自知身份卑微 无奈地隐藏心意 说着没有任何想法 直至利尔咄咄逼人 要珍珠当场发誓 永远不对木青动心思 看他迟迟为赵硕 静止便要离开 珍珠急忙叫住利尔 将两人相识相爱的过程 完完整整地告诉他 利尔听其他王爷说过 木青得了离婚证 失去部分记忆 于是就解释给珍珠 珍珠得知木青 不是装作不认识他 而是真的生病 无比担忧他的身体 利尔震惊珍珠 不在意木青失忆 只在乎他的身体 马上明白 他也是用情置身 当即就问珍珠 到底多喜欢他 珍珠默默无语 不知该怎么办 利尔健壮拔起匕首 直接架在伯尖说道 就算珍珠先遇到木青 但他也不会改变心意 接着逼迫珍珠起誓 不许他向木青提及 两人的过往 珍珠红着眼眶 低头犹豫着 利尔健壮 当即要了结生命 以自证他纯洁的爱情 珍珠伸出手阻止 他本来已经失去了家人 好不容易以利尔结为姐妹 不愿再有一个亲人离开他 珍珠无奈地同意 然后立即跪在地上发下誓言 不会和木青提及过往的一切 利尔健壮扔了匕首 虚经假意扶着珍珠 称除了木青 其他任何要求 他都答应 珍珠只想要回 木青送他的纳帕弩 紧接着解释留个念想 利尔看目的达到 抱着珍珠答应他 随之感情的事情刚说清 克尔沁再次遭到敌军突袭 木青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决定出去迎战 他在战场奋勇杀敌 但还是不幸被长毛刺痛身体 木青被带回克尔沁治疗 可大夫却说他凶多吉少 珍珠看到这一幕 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他伤心地跑出去 捂着脸不知该如何办 突然想起父亲曾经提过 天山上的雪岩 有让人起死回生的功效 珍珠瞬间看到希望 他骑着宝马朝着天山出发 历经三天两夜的路程 终于在悬崖峭壁 发现了雪帘的蛛丝马迹 珍珠立刻抛下绳子 顺着他沿着峭壁 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去 就算双手磨出血 他也没想过放弃 正时抬眼看到不远处的雪帘 开心靠近用力拔下他 珍珠心中暗想 母亲终于有救了 然后急忙折返 将雪帘熬制成汤药 亲自温柔喂给他 见母亲喝了下去 挂着泪水的脸 总算有了笑意 母亲努力地睁开眼 想要看清救他人的模样 片刻面前的女子居然是丽儿 母亲努力向他表达了谢意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丽儿也没有辩解 流着泪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珍珠见状 虽然心里不太舒服 但还是庆幸母亲身体无碍 接着便伤心地离开房间 几天后的晚上 克尔沁再次举办宴会 丽儿打算向母亲告白 看珍珠和自己穿着一样的舞衣 就暗示他不要参加勾货晚宴 珍珠听后只能照做 无奈地行李离开 丽儿顺利与母亲在宴会上甜蜜热物 周围的人也在起哄 希望两人在一起 丽儿却玩起欲擒故纵的游戏 要母亲追上他 才愿意摘得面纱 说完就害羞地跑出去 众人催促母亲 赶快去追美人 片刻母亲就抓到 蒙着面纱的女子 看他迷人眼睛 忍不住地夸赞 误以为女子就是丽儿 搂着他的肩膀 要摘下面纱 当母亲看到是珍珠时 他有些震惊 心里却有些异样 然而这一幕 恰好被丽儿看见 他连忙上前 打断了两人暧昧的氛围 质问他们为何在一起 珍珠怕丽儿误会 立刻解释 母亲要找他 两人只是聊了几句 最后便要离开 紫廉却被丽儿拦下 称他们是姐妹 想要他做个见证 接着向母亲表达爱意 并希望他能娶着自己 直至母亲却迟迟没有反应 他总觉得自己 忘记件重要的事情 而骄傲的丽儿 容不得别人拒绝 再次拔出匕首 以此威胁 母亲这才回过神 急忙抓住丽儿的手 当场答应了他的求婚 然后坦诚说出 他经常梦到一个仙女 就他与危难之间 珍珠红着眼眶 明白母亲说的就是自己 可他却不能上前承认 母亲继续讲道 他这次死里逃生 睁开眼看到丽儿 便认为他就是那个仙女 丽儿听后 立刻跳入母亲的怀里 开心诉说他的情意 而旁边珍珠伤心离开 独自来到一处僻静的草原 周围人的欢乐 都与他无关 他难过坐在地上 泪水大喝的滑落 暗自舔尸伤口 未来母亲能否恢复记忆 两人会不会在一起 关注巴两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